另外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卷入收贿案 涉嫌利用职权图立警用监视企业者 透过质询拉高预算 先前遭到检方依贪污治罪条例 生涯禁件200万交保 检方不服提出抗告并且提供市政 显示陈崇文交保之后 试图利用影响力对案件的相关人施压 疑似有串供之余 在今天下午再开积压庭 最终检方式抗告成功 陈崇文遭到积压禁件 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穿着深蓝色青扁外套 现身台北地院 立刻被大批媒体包围 只见他脸色凝重 面对记者提问全程不发抑郁 只是快速走上楼准备开庭 陈崇文卷入收贿案 14号遭连检搜索移送 以200万交保 检方提出抗告 21号下午重开积压庭 回顾整起案件 去年台北市警局编列监视系统预算案 业者疑似向陈崇文官说 透过咨询施压提高预算 从4.6亿变成5.2亿 加上陈崇文对于自己账户内的2500万金流交代不清 第一次被连检搜索移送后获得交保 后来检方提起抗告提供试证 显示陈崇文交保后试图利用影响力 对案件相关人施压疑似串供 讯后法官认为陈崇文确实有勾串之余 且交保后仍有串正事实 因此撤销交保裁定 发回跟裁 积压警戒 前方抗告成功 现在针对陈崇文说不清的金流 到底从哪里来 得好好调查清楚 记者声音导显台北朝报道